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想请你 不是 我要你 你只有实话 我小妈妈 我明天就去告你们不理 人民反应为人民 但绝不为你这样的人民 你看不出我们农村人 不是 我们怎么不能把选择还养好了 妈妈 大家好 欢迎收看《异想世界》 我是张凯英 香港导演陈可欣的新作《亲爱的》 广受各界好评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影评人图翔文 为我们分享 小徒哥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可欣导演继中国合伙人之后 再度以中国的写实素材 当作他的故事题材 所以小徒哥 亲爱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呢 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陈可欣导演来参加台北电影节 我还在做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聊到 他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理论 我觉得可以当成介绍这个电影的开场 他说他觉得拍电影投资人很重要 所以要考虑到投资人 所以他说他经常拍电影 常常想的是 有的时候是拍 让投资人很明显可以回收的电影 可有时候他会觉得他可以转过来拍一些 自己很想拍的一个题材 那我觉得亲爱的 其实应该是比较接近他想拍的一个题材 因为任何人遇到他的时候 都会问他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电影 或者这个故事 其实表面上看在中国是不讨好的 那尤其是他应该有一些敏感的议题 我想这个电影其实讲的故事是一个根据所本的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所改编 讲的就是一个人口贩卖集团拐走了一个孩子 然后这对孩子的父母就花尽的力气想要找这个小孩 最后居然让他们找到了 但是那个小孩已经到别人的家里去当小孩 所以他已经不认得也不太能接纳这个原来的这个爸爸妈妈 那当然据我的知道这个故事跟后来我们看到的电影还是有一些出入 不过大部分的架构是相同的 所以大家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千万不要字幕一闪开 一起来就离开座位 因为电影的最后 陈可欣是有特别放进去他们去拜访原来的真实人物的父母的这个画面 所以这个题材是一个还蛮争议的题材 因为它必须要呈现到中国大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很残忍的事情 就是贩卖人口尤其是拐卖小孩 那我想这个东西是敏感的 所以陈可欣从审查拍摄到最后我想都有蛮多的难关 第一个这个电影很正面 它还是在告诉我们 这当然是一个悲剧 那在电影里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 到时候大家会去看陈可欣很聪明的找了几个大明星来演 所以这个电影虽然很严肃的题材 可是我们其实还是被这些明星所吸引 所以黄渤跟郝雷演的就是小孩不见的一对父母 那赵薇是那个人口拐卖贩子的老婆 结果呢这个小孩是他的丈夫把他拐卖来了以后给了他养 到最后就变成黄渤跟赵薇找到了这个小孩 可是这个小孩其实再也不认得这对父母 但对赵薇来说这个小孩跟他还有非常深刻的感情 所以这个电影某个程度上你可以把它拆成两半来看 前面是这对父母在寻找小孩的过程 后面是找到那个小孩之后 这两边的父母其实都对这个小孩有爱 他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残忍的状况 所以其实这个电影从题材来说非常的写实 不过我觉得就故事本身来说它还是非常有张力 非常有戏剧性 会让很多人掉眼泪的一个电影 所以从这样拐卖小孩的社会怪象 其实会连带的牵扯出很多的法理啊 人情啊道德的很多复杂的议题 所以小图哥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多讲一下这个背后的故事呢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观点 我刚刚说了前面这个电影呢你会以为它就是很单纯的 从这两个这对父母 因为这对父母是一对离婚的父母 所以小孩本来就在他们两边之间拿来取取 那他们婚姻显然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分开了 然后各自都有不同的新的生活圈 但是当这个小孩被拐走的时候 这对已经离婚的父母 他们不得不再重新聚在一起去面对彼此 跟面对寻找这个小孩的这个过程 这当然对一对曾经相爱过又离婚过的男女来说 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那最重要是要让他们去正视到担任父母的这件事 那所以前半段你会以为这个电影大概就是在这个苦主的身上去蔓延 所以你就看到黄渤跟郝雷如何忧心忡忡的去找这个小孩 甚至他们还跟其他的小孩失踪的父母有一种联系 组成了一种类似互助会的一种形式 其实那里还蛮令人鼻酸的 那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是电影的后半段 就当他们找到那个小孩之后 整个电影的观点翻转了 我们看到了赵薇的出现 那赵薇演的就是那个把黄渤他们的孩子收养了的农村妇女 那其实他完全不知道他老公干了什么勾当 所以他只觉得他的小孩被带走 可是他对警方跟对大部分人来说 他其实还是一个有罪的犯人 即使他是一个应该是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但电影的后半段就完全把观点整个反过来 回到了赵薇的身上 原本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无辜的农妇 但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拐卖集团的 至少是拐卖贩子的老婆 很多人甚至认为你怎么可能不知情 可是我们从赵薇的演出跟陈可欣的观点里面去呈现 其实这个女人可能真的不知情 那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个孩子真的有爱 他付出了很多年的时间对这个小孩 所以这个小孩其实是叫他妈 不叫豪雷妈妈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的后半段就是因为 后半段他把整个的倒过来 就是赵薇本来像是一个加害者 因为他是拐卖的人 可是其实在电影的后半段 我们渐渐的看到 其实他某个程度上是更可怜的一个受害者 他的丈夫欺骗他 然后他对这个小孩的关爱 跟这个亲生父母一点都没有差异 可是社会法律或是说法治是直接剥夺掉他做母亲的一个权利 所以这个电影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是坏人 除了那个已经被抓走的 那个不见得的拐卖贩子 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两方的父母 虽然看起来有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 可是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观众会一直思考这件事 到底谁是加害者 谁是被害者 这整个社会的一个混乱 或者说陈可欣里面还呈现了一些 我不要讲太多 呈现了一些很残忍的这个在寻找的过程中 会面临到很多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 甚至是利用这些无辜的可怜的受害者父母的心态 再加害他们的一些故事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他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冷漠残忍 或甚至是唯利是图这些很负面的东西做出了一个控诉 那当然他也讲了一个我们常常在说的 就是说养育之恩跟生育的这个亲情 其实某个程度上是并行的 所以这两方的父母其实他们看起来是相对的 但是在电影里面他们对这个小孩的爱 跟对小孩这个关心 陈可欣都用了非常多的细节去描述 所以看到电影的最后 你不会只同情好雷跟黄渤 你一定也会非常非常的同情赵薇这个角色 那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来说 这是这个电影里特别成功的一个地方 他从两方去描述完全结案不同的一个观点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 这整个一个社会普遍会出现的一个犯罪案结案 他是一个脑筋不断在动的 然后思考事情非常缜密 然后非常完整 然后随时可以很有变通的一个导演 然后他还是在人物跟人物之间的关系当中 用很多小的细节去带出他们的性格 跟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 亲爱的确实是在剧本啊 演员或者是在拍摄的起承转合上 都是上乘的一部作品 但是被大家归类成为是商业片 所以比较不受到金马评审的青睐 所以少都会要帮他平反吗 我觉得帮他平反一下啦 但是不能怪评审 因为我觉得每年不同的评审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 再 如果要回到金马奖来说好了 其实我觉得说这个电影是商业片 还蛮好玩的 就是说他在中国确实很爱做 所以卖得很好 所以你后话来看好像他是商业片 可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题材很生硬 赵薇黄渤在好雷里面也都不美 就是他们不是以一个偶像明星的姿态 在电影里出现 然后他是一个很残忍的 很讲社会写实议题的一个电影 所以当然你进去看以后 发现他还是很有戏剧冲突 但我觉得你也很难用 纯粹的商业片的观点来看待他 其实他的题材是非常严肃的 所以我觉得他又有点摆弄在所谓的 虽然我不喜欢这个词 可是大家会说商业或艺术的 电影的中间的一个摆档 这可能是他在金马奖里面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强调艺术的特质 跟这个美学的电影的评审 可能会觉得他太商业了 他太戏剧性了 他太删前了 太好看了 对他太好看了 对 然后可是如果真的是认为要有很很很 很有商业卖点的这个评审这边 可能又会觉得说其他很多部分 还是力图要做的 让你觉得有点像纪录片 让你觉得非常的写实 很多手提摄影 这些影像的一个风格上 那在比较像上面的话 他就又有点吃亏 因为他在这两者之间 比如说在这样的 另外一边的极端里 我们会看到在金马奖 有一个勺子 有并观 这些已经写实到 几乎让你觉得好像摄影机 放上去偷拍的电影 对比之下 可能他们会觉得亲爱的稍微 算计的多了一点 然后稍微的这个 我说的煽情了一点 戏剧性更强烈的一点 不过我觉得这个无关好坏了 就是说应该是说个人品味的问题 就是有的人会认为 这样的电影 其实它在美学之间摆当 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方向 对 但对我而言 我觉得陈可欣是找到了一个 他很合适的一个位置 我想很多观众都看过陈可欣导演的作品 不管是海国天空 中国合伙人一个最近的 还有他更多经典的作品 包括他这个最近刚在中国 数位修复重新上映的甜蜜蜜 这都是他很经典的作品 金枝玉叶啦 双城故事啦 非常的多 那其实导演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擅长说故事的导演 他很会说故事 那他的电影都是戏剧性很强的 那甚至他的电影都很有浪漫情怀的 不管是爱情的 不管是即使悲剧的讲 如果爱都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他把这样一个很写实的题材 用一个他很擅长的方式 就是一个起程转合非常明显 戏剧张力非常强的一个说故事的方式去切入 其实是他自己最擅长的一个方法 那观众也因为这样子可以很轻易的入口 很容易的接近这个电影跟接近这个电影的核心的价值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他倒不一定就是很单纯很单纯 只是在控诉拐卖人口这件事 我觉得他反映出来的有非常多的 在中国当代社会里面 你会看到的很明显的一个议题 光一个很简单的阶级跟城乡的差距 好雷这对父母是很明显的住在城市里 生活环境比较优渥 然后他们考虑小孩的是教育 是各种物质环境的部分 那当你到了赵薇那边的时候 你看到就是一个农村 他们可能最简单就是吃得饱穿得暖 可是这不代表他不能把一个小孩子交好 所以电影里面赵薇有很大的一个控诉是 你怎么认为我一个农妇就不能把小孩交好 所以我觉得在电影里面 其实除了看起来这个管卖人口的议题之外 他在这个整个的对于中国大陆的 目前当代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观察 其实陈可欣还是把这些议题 巧巧的镶嵌在这个电影里面 尤其是台湾的观众 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中国电影 跟另外一个层面的中国电影里面 所反映出来的当代社会 我觉得这也是陈可欣除了讲这个议题之外 很希望可以附带在这个电影里面呈现出来 刚刚小图哥已经帮我们介绍了 稍稍带到的陈可欣导演 历年来的重要作品 他也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尝试 可以帮我回顾一下 其实陈可欣一直是一个 我蛮欣赏的一个导演 尤其是在香港的电影环境当中 我觉得他是一个 我一直认为 我觉得他是一个把自己的 所谓的拍电影的美学跟品质 和商业的元素之间融合的 最好的华语电影导演之一 从过去以来我们说最早的 比方说《封城三峡》 《双城故事》到很巅峰的甜蜜蜜 《金枝玉叶》《如果爱》 或是这两年的作品 即使是很多人对他的意识形态 有点意见的 这个《海过天空》 《中国合伙人》 我都觉得他还是完成了 一个极高的完成度 第一个他的电影的剧本 跟故事一向都是非常扎实的 你很少在陈可欣的电影里面 看到一个不完整的人物 看到一个里里拉拉的叙事 不可能 陈可欣对这方面的要求 是非常严谨的 最多可能只是你喜不喜欢 他呈现的态度 或是喜不喜欢 他呈现的一个观点 另外就是在电影的品质方面 我想他的电影里面 不管在影像、美术 还有他很强的 非常会使用流行歌曲、音乐 这些各方面 包括他对演员的一个 眼光的一个选角 是非常精准的 其实在他的手下 得奖的这个演员不计其数 张曼玉、周迅 数出来的都非常的多 那他对演员有很有 他的一个独到的观点 所以其实在一个 这样很全面性的 都能够掌控到一定水准的 导演的手上 其实他的作品 都有维持一定的高度跟水平 那我觉得这几年的陈可欣 比较有趣的是 他是这一群香港导演里面 尝试去中国市场探路的 其中一个导演 从一开始比方说 《如果爱》、《武侠》 他可能还是维持了一定的 在类型电影上面的 一个很高的高度 但也许在票房上 没有办法马上得到 这个中国的回应 但他是很会修正自己的导演 就是在这个路上 所以你说他是一个 很灵活的导演 我记得他来台北 我们做过很多次座谈 你从他的言谈之中 你就会发现 他是一个脑筋不断在动 然后思考事情非常缜密 然后非常完整 然后随时可以很有 变通的一个导演 所以你看到他接连着 这个中国合伙人 跟这个亲爱的 其实他慢慢的掌握到 中国观众的口味 可是他又在这么多的 中国卖座 中国的这几年的卖座电影里面 达到一个素质上 我觉得还是最高的 你摊开去年2014年 在中国卖座的电影里面 我觉得亲爱的 绝对还是 在电影品质上最好的几部作品 少数的几部作品 因为常常不是 我们人们就要诟病 这些中国的卖座电影 很多东西 他其实只是一时的 很素食性的这个娱乐 所以他可能娱乐效果 跟这个语言上的一些趣味 跟话题是凌驾于 电影的品质之上的 但陈可欣完全不会 只有这么做 所以亲爱的还是去年的 你说和拍片也好 中国电影也好 或是香港导演的作品也好 我觉得还是算 很出色的一个电影 然后我们从里面 还是可以看到很多 陈可欣导演非常擅长的部分 比方说他很擅长写情 他很擅长写人物 然后他还是在 人物跟人物之间的关系当中 用很多小的细节 去带出他们的性格 跟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大家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一些小小的对白 比方说赵薇说了什么话 前后的一个对照 那些对照你就看得出 他对那个孩子的关爱 导演在这些细节的掌握上面 他一直很有他的一套 那会把整个电影包装到一个 看起来像是一个很能卖钱的商业电影 可是你进去里面 你不会只看到这些 所谓的商业卖钱的元素 他有非常多文以在道的精神在里面 有一场他被警察抓到警察局去 然后蹲在地上被审讯的那一场戏 他的慌张 他的不知所措 然后他表现出一个 真的是因为什么都不懂的 一个农妇的那个感觉 光那一场戏我觉得他就可以得奖 赵薇真的在里面脱胎换骨 演出了一个让大家跌破眼镜 连带了好雷跟黄渤也有很好的演出 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演技的部分 其实整个电影的表演 我觉得都很精彩 甚至是那个小孩 我不知道他是谁 都很精彩 那为什么读读大家一直讲赵薇 其实对好雷跟黄渤有点不公平 还好香港金像奖有点替黄渤 这个平反 他也入围了刚公布的金像奖 他也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那金马奖就只有赵薇一个人入围 但我真的必须得承认 我觉得这是我 有史以来 看过赵薇这么多的作品 在缓出可可一路 到现在我最被他的演技打动了一次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 跟精准的表演 我想大家对赵薇一点都不陌生 他的五官如此的这个 深邃 对眼睛很大 从第一个角色 从环珠格格 大家就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演员 虽然他去年也做了导演 非常有才华 可是大家对于他亮丽的外形 跟这个很擅长古灵精怪的 或者说擅长非常灵活的这个演技 都很清楚 所以其实我当初想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也觉得充满了好奇 就是一个脸一闪出来 你就一定会认出来的赵薇如何变成一个 所谓的在乡村之间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很单纯的一个农妇 那我觉得我看这个电影我就认为他应该 几乎是没有化妆去演这个戏 后来我从陈可欣导演的口中证实 他真的没有化妆 陈可欣导演还跟我保证 有的人说没有化妆还是会上一些裸妆 但是其实赵薇是真的真的完全没有化妆 那他一点都不介意 因为他觉得要这样才像那个角色 那从没有化妆的赵薇到整个一个造型 其实从电影第一个镜头闪出来 你大概会愣一下他真的是不是赵薇 连我觉得我这么熟悉他的人都是这样子 那他从出现的第一秒开始 几乎都让你忘记他是赵薇 然后大概剧情演了十几分钟之后 有一场他被警察抓到警察局去 然后蹲在地上被审讯的那场戏 他的慌张他的不知所措 然后他这种很明显的受过的教育很少 但是要面临这种法律 严苛的问题的提问 他的那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很无辜 那个复杂的情绪当中去表现出一个 真的是因为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农妇的那个感觉 光那场戏我觉得他就可以得奖 光那场戏他已经完全说服我 我真的觉得在那场戏那一刻 我已经完全忘记他是赵薇 那更何况说后半段他又有很多的起伏 他还有面临很多事情之后 他有很多心境跟外在内在的一个变化 甚至还有牺牲自己去换取一些 他想要争取的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角色很复杂 然后他从简单到变得复杂 然后他让一个这个 原本被认为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演员 完全的 我们虽然很滥用这个词 叫洗净千华 但在这个电影里确实是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赵薇的影迷 或是不是赵薇的影迷 这个电影里面赵薇的表演都已经到达有一种 令人神乎奇迹的一个境界 那导演说 甚至有好几场戏是一次OK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赵薇 其实是把自己变成那个角色 然后准备好了去做这个表演 所以坦白说 我觉得这个 巩俐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亲爱的》 如果他没有输给这个陈香奇 他其实也很有可能会输给赵薇 那所以黄渤跟郝雷部分要帮我 我觉得黄渤跟郝雷也很精彩啦 不过他们就是相对于赵薇那种全身上下的一个变化 他们当然在奖向的比赛上稍微吃亏一点 因为赵薇是很轻易的 就会被看出来那个极大的一个改变 但我不觉得他的优秀只是因为在外形上的改变啦 那我觉得黄渤跟赵薇是在一个 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个角色 一个现代的当代的 大概中产阶级的三十几岁的这个父母的一个角色里面 他们还是很有精彩的发挥 因为他们有非常多情绪起伏 尤其是面对孩子 面对失去孩子的痛苦 还有面对彼此 有很多这个在情绪张力上面 非常的强大的一个表演 其实他们两个我都可以轻易的点出他们的得奖场 黄渤有一场在警察局完了之后 他终于自己崩溃的一场戏 那好雷有一场是面对很多同样这个 失去小孩的这个父母 大家一起这个互相激励的那个里面 他说出了一些真心话 那那个部分也让观众 在情节上让观众很震惊 他的表演也让人觉得非常的真实 我们刚刚谈这几个演员 你再次的不能不否认 中国电影里面的演员真的非常的强大 那这个电影也提供给他们三个角色 都有非常饱满的 很有高潮起伏的 然后也很有内在外在都有表演的一个幅度的一个角色 那他们确实也都把这个角色驾驭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很值得看是 你光看这几个人的演技 你看了也都觉得还蛮值回票价的 更何况这几个人都是在当代被认为最好的 中国演员的几个人之一 所以我觉得光看表演 亲爱的都是一个还蛮精彩的一个作品 今天非常感谢小徒哥帮我们介绍亲爱的 谢谢小徒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